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世纪的时候有 可是它不是公然由总统所煽动的 它是民众或是地方的政治人物所煽动的 到了20世纪之后 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强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它是一个民主的指标 当然它在拉里美洲也进行了很多民主的践踏跟帝国主义的波小 可是大体而言 就全世界在美国国内政治里头 几乎没有总统是使用偏激的言论而取得胜利的 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出现了一大群完全跟不上的人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情况从历史来看 美国去工业化长达50年 美国跟不上的人在50年来一直累计 一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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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场金融海啸把他们最后的本全部都弄没有了 而又倒掉了更多的工厂 所以美国刚开始是仇富1% toward 99% 接着内心里头的怨恨开始随着政治人物告诉他们 答案是什么 就往哪里转 而最新的答案是什么 是移民 他说那些移民不管非法的还是合法的 那些移民正在毒害我们的血液 因为如果只是非法移民 就边境处理 为什么会毒害我们的血液呢 其实它一定会扩大 就不会从非法移民停在那个地方 说美墨边境或是德州的边境 那个地方佛罗里达州的边境 拉起来一条线就算了不是的 他某个程度他希望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更纯粹的国家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转移 这个在历史里头很多个国家都出现过 英国脱欧何尝不是如此 当英国开始衰落的时候 英国人想的不是说我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波兰人来了80万人 这么多英国来了这么多的移民 包括印度人等等 然后一个在英国出生的印度人 在马路上被车子拦下来 跟他说滚回你的国家 他说我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 他说看看你的镜子 你的肤色 所以在好多国家都发生过 但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胆敢在造势的场合 我如此的明白的就是直接说这些移民 他正在毒害我们的血印 在这样的言论越来越激烈里头 他凝聚也团结了共和党 而且非常强的让民主党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呢 过去民主党希望用堕胎议题 把妇女的选票拉回来 现在这个声势完全比不上 为什么 其实我们从历史头看 喊出堕胎议题 那叫人权问题 喊出反移民问题叫做什么 那叫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 族群主义 永远高过于人权所喊出来的呐喊 可以带给人民的激情跟力量 很多研究极端主义的人 其实早就做过研究 为什么这些在整个底层生活 在时代里头被抛弃 或是失业的 他们最后会走向极端右派 或者走向极端左派 也就是走向极端右派呢 因为他的心理太脆弱了 他充满了怨恨 所以他需要一个 可以恨的强烈的对象 而这个恨的强烈对象 如果听起来 感觉上是如此的热血澎湃 在那一刻他参与了抗争 他参与了对这些人的反抗 他认为在错觉当中 他是一个巨人 是一个时代的改造者 所以种族主义往往就在一个国家 出现经济危机 有一群人 他们陷入生活困境的时候 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显学 而美国终于走到这一步 因为川普目前上次落选了以后 他比上次2016年选择的时候 更加激进 更加不客气 一次比一次造势场合更加激烈 而随着他更加激烈 他声势越高涨 民主党完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个情况里头德州的州长附和了川普 他一口气签了一项 美国历史上最极端的反移民法 在12月18号 然后准备挡住多少 准备降低50%到75%的移民 那共和党在这个事情上团结的不得了 民主党到目前为止找不出对策 美国公共电视分析 如果要说2024美国总统大选 和当代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川普让所有危险言论常态化 让选民变得麻木不仁 川普这波攻击锁定美国当下破纪录涌住的无证移民 在新韩部下周德勒姆的竞选造势会场上高调筹外 并发表呼应纳粹的言论 这不是川普第一次使用类似词汇 即便他反复强调 自己从没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 却毫不掩饰他想成为一名独裁者 呼吁国家要种族宠敬 必须修建边境围墙 挡下非法移民 我们将冠犯下共产党 马克兽 法西党 和反正的右侧 在我们的国家居住在居住 居住在居住在居住 甚至早在2015年 川普第一次入主白宫前 对于外来移民 他就是这样不假辞色 美国政治评论网站Politico分析 川普试图把争议言论 变成一种背景噪音 又一种刻意创造出来的偏执狂 激发美国人民心中的怨恨 让移民危机成为美国当下 更深层挫折感的代名词 这样美国人就会从担心不稳定 进而深切感受到 国家需要更换一个掌舵者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川普不只计划将无证移民 关押在难民营中等待遣返 即便在美国出生 无证移民的孩子 也要终止他们与生俱来的 公民身份 如同效法爱森豪时代的 移民围捕模式 他看好美国有三分之二民众 不满拜登处理移民方式 最新NBC民调 选民还以18%的优势 认定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 比民主党人做得更好 于是德州州长艾伯特 18号签署了一项 美国历史上最极端的 反移民法案 未来所有非法进入德州的移民 警方都有权逮捕 并遣送出境 虽然有人忧心 当地监狱会无法附和 但边境执法的警察 普遍认为 这项法案能一口气 降低50% 甚至是75%的移民 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周一单日已有超过 12600移民跨越边境 其中11000人来自 合法入境口岸 20年来最高 德州真的已经无计可施 除了颁布法令 这星期还把120名 无证移民 以单程飞机 送往民主党执政的 芝加阁市 白宫痛批 这是利用活生生的人命 再搞政治噱头 但美墨边境状况之严峻 以迫使美边境官员 紧急宣布 封锁两座货运铁路桥梁 并关闭亚利桑那州 圣地牙哥和德州 伊格帕斯等地的入境点 连民主党执政的 亚利桑那州也忧心 这不但将引发一场人道危机 还会对当地经济 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目前已知 部分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 诸如芝加哥 丹佛 休斯顿 洛杉矶和纽约市市长 都已要求拜登给予更多资金 并采取行动 减缓他们的移民负担 国会共和党人也在施压拜登 必须在边境政策上让步 显然川普近期 对边境移民的粗犷言论 激发了共和党人的团结 还让边境安全 一局超越民主党主打的堕胎 重新成为2024总统大选焦点 说到底 美国的移民问题 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人们对拜登的抱怨 却鲜少关于移民 相反的是从民生经济一连串的挫败 到如今被川普用最尖锐的话语点燃 拜登真的还是合适的总统人选吗 无论如何拜登能做的 已经不能只是回呛川普 立场法西斯言论向纳粹 他必须提出更好的答案 否则当川普不断描绘一幅 美国正受犯罪暴力 及患游精神疾病移民泛滥的黑暗景象 一个川普时代更安全 日子更好的口号 变成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想象 一个移民国家走向反移民 一个最民主的国家 拥护推崇独裁的领导者 这个世界正在见证一场改变历史的大选 距离现在倒数300天 在CNN他马上在这一次 川普一说完毒害协议的言论之后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即使美国有些电视网 应该是反川普的电视台 那么他做的民调对象 我们会说会有机构效应 也就是比较反对川普 结果你看到更倾向 因此更倾向川普的是42% 更不倾向的只有28% 无所谓的是29% 所以川普正因为他 越激进越耸动言论 把美国代向越挤右 而越靠近白宫 在这个时刻 美国的克罗拉州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裁决 但这个裁决当时 整个法院里头 司法官里头是4比3 所以是有高度争议的 裁决川普不得参与共和党的初选 很多人把标题写成 他不能参与这次总统大选 这是错的 不能参与共和党 在克罗拉州这个地方的初选 那可能很多其他民主党的州 都会如此 那其他共和党跟川普只要上诉 最后是由最高法院来做决定 而最高法院已经明白地表示 他们不会迅速地处理此案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此案 根本就会在共和党正式出选的时候 不会定案 而川普终而被提名 某程度最后也不会 因此不能够参与 2024的总统大选 目前为止 美国的大法官呢 是川普时代任命好几位 是保守派 远多于我们所说的进步派 而这一次 克罗拉州虽然做出这个决议 也不是所有的法官都赞成 有三名法官就持保留的意见 请看一下分析 同样的主题曲 同样的口号 这是川普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 誓言要从对手拜登手中 夺回白宫 川普说拜登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但他自己却在这一天 被法院认证是叛乱分子 甚至阻止他参加总统初选 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9号判决 认定川普煽动 并参与2021年1月6号的 国会暴动事件 可州最高法院七位法官 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 认定川普适用美国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这项条款是在南北战争 结束后的1868年制定 目的是防止国家在陷入叛乱 条款明文规定 任何曾经宣示拥护宪法的议员和官员 若从事颠覆或反叛国家行为 就不得再参选政副总统 国会议员或担任任何文武官职 川普的辩护律师主张 条款中规定的是宣示拥护宪法的官员 而不是宣示捍卫宪法的总统 因此不能适用在当时还是总统的川普身上 但柯州最高法院不接受此议论点 并裁决川普的姓名 不得出现在总统初选选票上 而这也是美国史上首次由法院 引用此条款取消总统参选人的资格 其实我被驳驻了和惊喜 我非常愉快与认为同论 我 felt they read the constitution correctly The constitution sets qualifications in place to be president not just in the 14th Amendment but also in Article 2 and in the 22nd Amendment no one's arguing that Taylor Swift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want Taylor Swift to be president She's too young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want Elon Musk to be president 科州最高法院判決 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发文说 这是美国的悲剧制 他说自己面对的所有官司 都是美国司法部和白宫主导 我们国家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事 这是相交共和国吗 这是戒选 被川普指控是幕后黑手的拜登则说 川普是否犯下叛乱罪 大家心知肚明 科州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表示 会把取消川普参选资格的执行日 延后到明年1月4号 给川普提出上诉的机会 川普阵营也已经表示 会要求联邦最高法院驳回科州判决 有学者认为 科州的判决 很难获得联邦大法官的认同 因为川普根本还没有被定罪 但也有法律专家指出 宪法条款清除写的是 从事颠覆或反叛国家行为 并不是遭到定罪者 换句话说 川普只要被认定是 国会暴动事件的参与者 就应该被排除在总统大选之外 I believe that the sitting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today all nine of them will apply the Constitution as it is written I believe that as written the disqualification clause as applied to the former president disqualifies him from holding the presidency again and based upon that view of the objec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will affirm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维持科州原判 也只能确定川普的名字 不会出现在科州的选票上 对于川普拿下共和党内提名 甚至重返白宫 并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当选总统需要27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 而科罗拉多州只有9票 过去四届总统大选中 都是由民主党候选人拿下 川普完全可以放弃在科州竞选拉票 但凡川普团体不仅在科州提出诉讼 他们在超过全美12州阻止川普参选 虽然已遭到至少7州拒绝受理 但大法官的判决 很可能对其他州法院做出关键指标 如果这个 Colorado Supreme Court decision 是在美国的州法院 我们将其他州计划 可能在其他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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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计划 这些计划 我计划 我计划 它是尽量的结果 他们就说 你不能够上的票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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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打他 我计划 我们不需要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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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划 你应该是否选择 川普的党内竞争对手 一面倒批评 科州判决 认为只有选民 才能决定 由谁来当总统 但他们也不忘提醒选民 不要选一个 官司不断的 麻烦人物 然而川普就像是一个专靠官司 喂养的怪兽 他越被告 就越能向支持者证明 自己正被所谓的深层政府追杀 只有再把他送回白宫 才能让美国摆脱深层政府的控制 事实也证明 这招有效 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显示 超过六成共和党人 会在初选中把票投给川普 远远领先其他候选人50个百分点 许多受访的共和党选民说 一点也不在意 川普是否会被判决定罪 因此不少竞选专家指出 川普被科州取消资格后 不但不觉得受挫 反而让他更加笃定能赢得初选 明年11月再度对战拜登 想用249块 买到价值179万的名车吗 现在这是有机会的哦 因为超商是推出了春节福袋 投奖就是这一台百万名车 不过你想抽到是只有五台的机会 几率不是太高 但抽奖毕竟是一丝希望 寄出名车来充福袋买器以外 今年还和多种卡通肖像联名 布丁狗航海王等各种人气商品 再加上品牌联名福袋 以及主公主妇族群的礼盒福箱 含有多款料理品箱 跟卡通人物联名的那种的 就觉得好可爱 就忍不住会想要买 福袋这么多 我不知道我要买多少 可我才可以抽到这台车子 而最基本的龙年福袋 过去一个只要两百块 今年价格稍微上涨 变成两百四十九元 随带的赠品商品 以及在抽奖机会 其实都照往您的价值还要再提升 预估二零二四年的春节福袋 可以带动业绩将近是三亿元 春节福袋开拼 其他家超商也出手 有业者一口气推出五款 其中还和七龙珠联名推福箱 大奖包含百万金条 iPhone手机等 或是首次推出3C福袋包 头奖抽价值三十万钻石 以及蓝牙耳机等 总价超过三百万 除了全家莱尔夫OK超商 7-11则说圣诞福袋 热销十五万多个 预计十二月十六推出春节福袋 福袋以外还要拼暖胃商机 超商首度联名知名拉面店 几百汤拉面免排队 加热就能吃 热食商品带动业绩 一到两成 还有另一间超商 和多家知名麻辣锅店合作 或是麻辣烫有肉有菜 和上个月相比销量也增六成 超商出招 要趁年底抢商机也带动话题 特别新闻我想赵慧先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台中这一位32岁潘先生 于西中满是无奈 他本身患有身心障碍 又是低收入户 需要申请租金补助 日前他申请的补助遭退件 才惊觉自己租的套房登记用途 竟然是办公室 他怒控物业管理公司签约时 刻意隐瞒事实 大楼位在台中太平奇异科大附近 城市和奇异科大合作的学生住宿楼 隔成八十间出租 潘先生当初在租屋网上看到物馆公司刊登的租屋 类型明明就写着独立套房 也没有任何一处住民是办公空间 而且不止他一位房客被蒙在鼓里 我刚才有讲我才知道 我那时候有问过 他们是说可以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过 每月租金五千四百五十元 本来应该可以申请每个月四千两百元的租金补贴 却因为用途并非住宅无法申请 除此之外公社饮水机坏掉半年没有修 顶楼被偷电也没有人在管 而公共电费却要每个住户帮忙分担 对此住宅处已经喊请管委会 在明年1月10号之前查明是否有危险 虽然联合国的安理会终于决定要求一定的人道援助 但是以色列IDF在联合国这个决议之后 马上发表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说法 他说在加萨地区没有food shortage 没有饥饿的问题 目前为止这场战争 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了两万个以上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它的原文是这样 Gaza deaths suppress any Arab laws in war with Israel in past 40 years 我为什么要念英文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你不可以批评美国 不可以批评什么 不能说大家有一部分的人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没有是非 只有立场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连纽约时报自己都看不惯 美国人自己也看不惯 它的报道意思就是说过去40年来 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 任何一次阿拉伯跟以色列冲突里头 从来没有像这次死这么多人 也比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或是伊拉克战争 最致命的一场战争都来得更严重 所以这次以哈战争加上总郎的人道危机 是最严重的 死亡危机也是最可怕 而这次战争有给拜登带来支持度吗 事实上美国根据纽约时报的所做的民调 还有哈佛大学所做出来的民调 美国人不是压倒性的支持拜登的以色列政策 根据一份纽约时报和Siena College公布的最新民调 有57%的选民不支持拜登处理以哈冲突的方式 只有33%支持他动用否决权 支持以色列 反对所有对加仗居民有利的联合国决议 并且有46%的选民认为 如果川普会处理的比拜登好 面对以哈战争 另一份是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 简称叫哈佛Caps他的民调 他把整体美国18到24岁这些选民 因为他们觉得年轻选民对这些事情 跟老一辈的选民对犹太当时集中营 在德国被屠杀有不一样的感情 所以希望研究他们的看法 就这群18到24岁的人有高达51%的人认为 以哈冲突就是以色列错 以色列应该把巴勒斯坦所拥有的土地 包括加沙土地 包括约旦河西安等等 交还给哈马斯或是巴勒斯坦自己所建立的权力机构 而在以色列内部的纳坦雅胡也没有因为这场战争变成英雄 根据12月最新的民调 69%的以色列人希望战后立刻举行大选 表达他们对纳坦雅胡在这场战争里头不满 而他的席次目前已经从64席 就是纳坦雅胡的席次从64席降到44席 很可能在这个次战争里头得到最大的获利者 是这次RDF的部长甘兹的知识度最高取代了纳坦雅胡 所以他发动这个产无人道的战争 最终他也不会得到政治上的胜利 Our team was filming inside a hospital in Rafa near the Egyptian border when a series of Israeli airstrikes hit nearby earlier today A father puts his arms around his terrified children and huddles for cover behind a car The injured have been carried away as our team rushed towards the site of the airstrikes There are screams of desperation and the sounds of silence as the Israeli drone circles overhead with the threat of more incoming missiles This lady says she is searching for her son There are women underneath here One man shouts The body of a dead child is found and taken away on a stretcher We don't know why the Israeli military hit this target The people in Gaza had been told that Rafa was safe New York时报说 以色列在加萨持续十周的战争中 造成加萨人民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四十多年来 甚至可能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 任何一次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 以色列声称其中七千人是哈马斯战士 但没有解释如何得出这个数字 但是加萨官人说 两万人中八千名是儿童 六千两百名是妇女 从过去七十多天各国拍下的画面里 你相信谁 这孩子出生才三天 和哈马斯有什么关系 加萨官员表示 统计死亡人数变得越来越困难 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一篇沉痛的报告 即使爆炸今天停止 死亡人数也可能会增加 因为加萨36所医院中的27所 已经因为以色列围困 严格限制食物 水 燃料 药品运驻 停止运作 而剩下的9所还在艰难维持运作的医院 全部围在加萨南部 十万二十三个联合国与非政府机构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 加萨全体人民已陷入粮食危机 其中57万6600人 也就是大约加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面临灾难性的饥饿 镜头拍下绝望的巴勒斯坦人 试图抢夺援助卡车上稀缺的食物和水 联合国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显示 战争已导致加萨面临饥荒风险 情况有多严重呢 严重到连一滴水都没有 wherever we go in gaza people tell us that they're hungry and that they're thirsty even people i met yesterday with serious injuries didn't ask for pain relief they asked for water human rights watch says israel is using starvation as a weapon of war 以色列严正否认并继续提出证据 in another part of gaza the idf announced the discovery of a vast hamas tunnel network holes in the ground leading to sophisticated underground networks with rooms concealed behind blast doors they claim to have found hideout apartments for the groups most senior leaders including Yahya Sinwar and Ismail Haniyeh international patience for scenes like these is running out we must do all we can to pave the way to a sustainable ceasefire leading to a sustainable peace david cameron wrote alongside his german counterpart the sooner it comes the better the need is urgent too many civilians have been killed but france's foreign minister has gone much further sh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now to free 130 remaining hostages to allow in more aid i'm furious that now we're at five six seven thousand children killed and they're becoming statistics and not and not stories um i'm furious at the you know hypocrisy is crushing empathy and yeah to a degree i'm furious at myself for not being able to do more help must come fast but diplomats have did it after a week of debate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as finally passed a resolution to increase aid to gaza 13票赞成两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2720号决议 要求立即安全和不受阻碍的向整个加萨的巴勒斯坦平民 直接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 本来这个决议应该早在12月18日就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 投票的一再延迟是因为握有否决权的美国反对停止敌对行动这一措辞 指这相当于停火美国并不支持 最后是应美国要求将措辞改成为可持续停止敌对行动创造条件 美国才勉强投下弃权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亲口传达要以色列减少平民的伤害 因为以色列在加萨的所作所为 已经伤害到要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的民调 一份纽约时报和谢纳学院公布的最新民调 有57%的选民不支持拜登处理伊哈冲突的方式 仅33%支持 并且有46%的选民认为 如果是川普会处理的比拜登好 另外一份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美国18至24岁的选民有高达51% 认为伊哈冲突的解放 是把以色列交给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统治 这些年轻选民原本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如果不是可能会影响到选票 拜登还会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吗 Mohamed was pulled from the rubble He survived His children,2-year-old Ahmed and his baby sister, did not Their grandmother had this message for Netanyahu Does he think that by killing these children he'll achieve something? Have they succeeded now? Has he achieved what he wants? No,他没有 12月最新民调有69%的 以色列人希望战后立刻举行大选 纳坦雅胡掌握的在野联盟 将从现在的64席调到44席 暂时部长甘孜的支持度上升 加萨人没有那时间去思考纳坦雅胡 什么时候下台 光活着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在捷运台北时站月台 抬头看站名指标版面 左上角有小小的英文代码和编号 中文字下面是英文 左下是日文汉字 右下是韩文 共有四国语言 来到中校复兴的板南线月台 也是一样的排列 但中校复兴的文胡线月台 一看排序就不同 最左边是编码代号 中间是中文字 右边上面是英文 日文汉字和韩文 则是在右下 也有热爱国内铁道资讯的 脸书粉专拍照分享 四语站名有四种呈现方法 有的是左右 有的是上下 日文 韩文 英文 排列也不同 英文字太小了 外国 我们外国游客来 第一所看到的就是英文字 有点乱 应该同意 怎么说 应该排好来一点 有一个标准比较好 原来现在站名指标版面 参差不齐是过渡期 北杰说今年八月底 第一阶段先完成 二十一站四国语言指标 不过第二阶段 友善失智和高龄年长者 又将排版方式修正 来到国父纪念馆站 就能看到最终定案板 最左侧代码数字比例变大 各国语言排序也会统一 改成中文在最上面 再来是英文 左下是日文 右下是韩文 我们只看就看到中文 中文又比较大一点 可能对其他国外游客 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还有它那个是中国树物资的二 这个是阿赖巴的一 这样子外国人就可能比较困难 四种语言能奉务不同国家旅客 不过版面怎么排 怎样才能让旅客更便利 也成考量关键 TV新闻全文在早上人台北才放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你们两个都要趁机换一下电话 既然你们这么有缘 谁应该有缘啊 你是不是真的暗恋我啊 你有病是不是啊 那个小两口一见面就绊子 不会 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应该跟你只杀手有关啊 现在寒丹 一定会设法想要马上处理掉它 我们一定要抢劫它一步 出事了 周六晚间十点 TVBS42台 美食无间 由申口申口昏迷播出 保暖衣物外面套上青蛙装 穿戴手套雨鞋 一群游客走向海边 准备亲手采摘新鲜紫菜 一戳一戳拔下来 养殖网上密密麻麻的紫菜 游客不怕强风狂吹 沉浸在地癌歪的乐趣当中 这个香菜非常好吃 这个行程真的超级无敌好玩的 辛苦拆下一桶又一桶的紫菜 游客更期待的是接着享用紫菜料理 餐桌上紫菜冬粉 紫菜煎饼 还有紫菜拱丸汤 养养离不开紫菜 亲手自己采摘的 吃起来更加美味 它的紫菜吃起来脆脆的 跟别的产地吃起来 口感不太一样 真的是赞 好吃 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强劲 无法从事海上活动 为了吸引观光客 棚馆处与当地业者合作 推出紫菜文化体验 让游客自己摘紫菜 再享受紫菜料理 之后还有海菜体验行程 老海菜晒海菜 连包装过程也能请手参与 我们希望透过游城 然后让民众了解 我们这边白沙奖美的一个朝间代 还有我们养殖紫菜的一个文化 并且呢 串联我们这边特殊的一个美食产业 紫菜耗尖 我们回到加萨战争里头 其实谈到除了对于巴勒斯坦人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组织哈马斯等 彻底的消灭之外 以色列事实上在打一场人类第一场 人工智慧的战争 所以它其实是很容易锁定 谁是谁 但是这场战争却有97个记者遇难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他们是被GPS刻意锁定 就是不希望他们报道加萨当地的状况 而伤亡最惨重的 当然是设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 因为它被以色列认为 你们是替阿拉伯人报道的 所以对我是不利的 所以拜老电视台直接发表声明说 他们想杀死每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以色列对加萨采取了B计划 因为无法用大规模的武力 驱逐加萨居民 因此只能采取手段 让加萨变得不适合居住 轰炸不阶段 加萨卫生部表示 仅一天内就造成近百名巴勒斯坦人死伤 12月15日这一天 紧急送到医院的伤者中 出现了两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达杜赫和阿布达卡 当天他们正在加萨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的一所学校进行采访 遭遇袭击 这一记者阿布达卡伤势严重 但因通讯中断以及乙军的封锁 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进入学校 达卡因流血过多 延迟救治而死亡 干着采访任务的打卡 再也吃不到母亲为她准备的早餐 多数的战地记者用着他们的生命 记录战场上的残酷 另一名受伤的半岛电视台 加萨走廊的首席特派记者达杜赫 为了把第一手报道传达给世人 重逢陷阵 但他的内心早已伤痕累累 就在10月25日 他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时 收到了可怕的噩耗 他的妻子 儿女还孙子 都因以色列空袭而被诈罪 53岁的达杜赫 担任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 加萨采访办事处的主任 失去家人的痛并未击垮他 他忍着悲痛继续穿梭在 各大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结果这次自己也受了伤 搭档同事不幸丧命 而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统计 至10月7日以来 至少已有97名的记者 在加萨走廊遇难 看着现场的满目窗疑 或许还面临着自己的亲友 和家园被摧毁的痛 加萨现场的媒体记者 都是忍着泪完成直播 但有的情况 也让他们在镜头前崩溃 巴勒斯坦地质台 棚内棚外哭成一团 现场记者连线报道着 他们的一名同事哈塔布 30分钟前还在加萨南部的 纳瑟医院外直播 报道结束才回到家 就和他11名的家人 因空袭遇难 同事情绪激动地 脱下了头盔和防弹背心 直言身上所佩戴的标志 根本没有办法 让媒体记者受到保护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包含路透社 法新社等国际媒体 都曾去含要求乙军 确保他们在加萨的记者 不会成为空袭的目标 但乙军的回复是 国防军的目标是哈马斯 在加萨各地所有的军事活动 但哈马斯故意在记者和平民附近 展开军事行动 对于哈马斯目的高强度打击 可能会对周围建筑造成毁坏 哈马斯的火箭弹也可能失控 杀死加萨境内的人员 因此无法保证记者的安全 根据哈马斯政府媒体办公室 最新公布的死亡数字 自于以色列开战以来 加萨走廊迄今至少已有两万人遇害 其中八千名是孩童 有六千两百名是妇女 外界认为要获得独立准确的伤亡资讯 其实非常困难 但如果单就以色列说的 也不能完全相信 加萨遭围城后 以色列一度禁止媒体进入采访 直到近日才终于允许国际媒体 再度进入加萨南部战区 新闻事件或许暂时的被掩盖 但那些曾经发生的不会消逝 将永远被记录下来 让人们看到这些人 这些人都会做得到 是 对 干啥 干啥 好 不知道 好 有 半 全 很 暴 时 这些是加萨媒体记者们 在生命威胁中换来的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药用植物学 是研读中药才专业的必修课程 虽然学生都很感兴趣 但不少人担心他们毕业后的出入 因为有执照其实等于是个有公职的存在 我们系上就是没有执照 对工作的保障来说比较不稳定 中国医药大学的 中国药学技中药资源学系 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以中药专业为主的大学系所 不过近期传出要听招 目前学生学校认为说 我们的报道率稍微比较不理想 所以明年的名额可能应该会减到27名 校方紧急出面澄清 这不是听招 而是系所将在明年调折减招 招生人数从42人降到27人 系主任表示 因为药事法严格规定中药的调剂资格 加上现有的中药房采列侧列管 所以就算下一代取得了中医师或是药师的执照 还是不能够经营中药房 加上少子化影响 导致就读医院大减 因此也让中药房的经营越来越凋零 有药师指出 不只是少子化跟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也有关系 导致中药产业变效 30年前还有15000多家的中药房 但现在只剩下7000多家 虽然卫福部曾在4年前放宽中药贩卖的条件 但现在也只有3700家的中药房成功换照 对此校方表示将会加强产学合作 提高教学的精致度 扩大学生就业的出路 TVBS新闻 许丁梁梁一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噢 这个很辣耶 出发 看她很辣 哇 粉汁 tipo 粉汁 给我出来 手无聊 这肉 很厚耶 这是iobiense吐司了吧 哪里那么厚啊 好酥耶 很好吃哦 你还赞他很赶快吃啊 你看我们真的很尼 Ah 哇我们真的很尽量耶 肩不驚豔 喜不喜歡 我自己有自備 門潮相當多 真的要值得排隊 真的 你確定 確定 一天兩千個 好甜 真爽 還四家店面 真的很好吃耶 燉得很透爛 不實話耶 整個海鮮滿當的耶 我是俊鋒哲 我是陳寧瓊 你絕對沒看過的音樂節目 滾石燈青號即將播出囉 我們在節目裡擔任聲音見賞官 帶領大家發現 最優質的新聖誕 每週六晚上8點 一定要鎖定 TVBS刺蛇頻道 滾石燈青號 出發 GO 拖到長期沒人走 也沒有青少 長滿雜草 回家的路硬生生被攔起來 讓住戶相當困擾告上法院 他們說是地主為的 地主說不是他們為的 我們這樣搞了半年以後 只好提出法律訴訟 到底是誰封的路 所有人各說各的話 搞得不撒撒住戶 黑鄉親買地史說 大家都這樣走 我們在買了土地的時候 地主都來都來現場了 就所有鄰居的地主 那個時候大家的路都是走 我們打官司的所謂A路 沒有人講那條路不是路 他說的地點 為在新北市瑞芳建基路上 景觀咖啡廳附近 業者則被指控一開業就封掉了 民眾通往家的路 透過衛星雲圖看 本來可走的是這一條住戶口 我們來看一下周五的美國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周五的美國股市 周五的美國市道中指數 受到了Nike財測調降 大跌了股價12% 結果因此整個道雄指數跌幅0.05% 但是其他都是小漲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預期未來的利率很可能會下降 所以整體一整周下來 美國的股市分別漲幅0.22% 1.21% 0.75% 美元指數呢 因為預期未來利率很可能會下降 跌幅0.83% 黃金期貨漲到了一盎司 2069.1% 漲幅1.64% 原油的價格分別上漲了 2.98% 3.29% 3.36% 這是天然氣 主要的原因除了冬天到了之外 當美元弱的時候石油價格本來就會上漲 今年以來原油的價格是下跌的 整體修正了8.35% 布蘭特下跌了7.96% 天然氣下跌了54.14% 過去的漲幅主要是受到了烏克蘭戰爭主要的影響 再來看一看AI概念股價 Navidia本週下跌了0.12% AMD上漲了0.32% 不太像前一陣子這個AI股市就是像噴火一樣 Microsoft上漲了1.04% 到時候Alphabet Google再次的修正上漲了6.63% 今年以來AI概念股價 回答Navidia大漲了234.13% AMD大漲了115.53% Microsoft大漲了56.19% Alphabet大漲了60.85% 在半導體的股價部分 Intel漲幅3.99%本週 台積電的ADR本週漲幅0.59% 三星電子GDR上漲了3.86% 主要是它和荷蘭的ASML建立了半導體聯盟 這是史上第一次 今年以來半導體的股價 Intel上漲了81.6% 因為它也攻進了AI的領域 台積電上漲了38.47% 三星電子GDR上漲了31.49% 本週美國的科技股價Apple 又創下了歷史新高 下跌了2.01% 但是整體來講這個新高 在過去的一兩天裡頭是出現了 所以非常多的一些股市分析師 說它必須要提出更多的原因 讓人們相信它的股市會繼續漲下去 Amazon上漲了2.3% Tesla下跌了0.38% 比亞迪上漲了0.46% 今年以來美國科技股Apple上漲了49% Amazon上漲了82.64% 所以這是大家都要覺得比較危險的事 可是因為科技股實在上漲太多了 Tesla大漲了105.02% 比亞迪只漲了7.26% 來看一下整個歐元跟亞幣的部分 對美元的匯率呢 在本週歐元是升值了1.03% 因為美元是下跌的 日元貶值了0.18% 再貶值 寒緩貶值了0.5% 現代幣升值了0.12% 人民幣貶值了0.2% 再回到文青人世界採用週報 好的 部部為營 美中台關係二部曲 美國頂尖選者深度剖析 台灣面臨的挑戰 是軍事威嚇還是政治遊戲 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虽然我们一直在做的是国际的新闻 可是某一个程度 除了让大家了解国际 也会很希望台湾最主要的第一是人民 重要的是很多这个社会里头的企业领袖 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领袖 可以了解国际的局势 如果他们不了解国际的局势 台湾不可能再度的经济有新的奇迹 在台积电之后 就不会有第二个台湾的大产业 而现在全世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就是AI 在AI里头 我们看到台湾已经有了一场总统大选的辩论 又有了一场副总统大选政策发表会 都是政策发表会 没有一个人讲AI 这代表什么 The old passé 就是说他们讨论的议题 都是如此过时的或是琐碎的议题 他们对于世界在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孤岛里头的政治领袖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来做一个节目 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告诉你的领导者 你想投票给他的人 不管你是哪一个党的人 你告诉他 没有AI 我不要投给你 为大家来准备一下 现在全世界2023年 人工智慧的研究跟技术领先的前十个国家 还有国家投资准备的 有两种不同的排名 一个是现有的技术的排名 第一名是美国 而且虽然第二名是中国 在分数上美国是遥遥领先 第二名是中国 第三名是英国 英国的Deep Mind非常强 第四名是以色列 第五名是加拿大 第六名是法国 法国在人工智慧里头 其实在Macon主政的时期 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Innovation Station 就是创新基地 现在开始有很多的成就 就是在光学方面的人工智慧 过来是印度 他本来在软体方面就很强 现在在AI方面也很强 日本还输给了印度 日本排在印度的后面 接着是德国 德国排第九名 第十名是新加坡 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排名第十 前十名的国家是这些 可是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亚太地区整体AI 国家现在投资下去 你现在看成果是刚才那个前十名 可是如果你看他的准备 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十年的结果 很可能就改变这个排名 或是未来五年会改变这个排名 排名第一名的是新加坡 整体AI的准备分数是70.1 遥遥理性后面所有的国家 第二名是日本是59.8 第三名是中国是59.7 第四名是韩国59.2 澳洲是58.2 纽西兰是54.5 而台湾过去被认为是跟韩国竞争最重要的对手 结果韩国是59.2 中国是59.7 他被认为最可能是台湾最重要的敌对国家 结果人家是59.7 日本是59.8 新加坡曾经被台湾的外交部长称为是比史班的一个国家 他高达准备是70.1 然后后面印度是49.8 马来西亚是47.3 而台湾现在的预算是一年只有300亿 十年3000亿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国防预算在2024年是5831亿 但是在AI里头预算只有300亿 十年只有3000亿 所以这个国家没有准备走上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 目前国家预算是如此 除非我们的领导者意识到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竞争的一个情况 而AI的输赢就决定下个阶段 谁是整个经济里头的强权 有人工智慧所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正冲击你我的生活 首先是你的饭碗保住了吗 它会比较像任何其他武器要的水平 多的新 jobs都会出现 一些人会出现 其他人会出现 其他人会出现 其他的工人在用AI的力量 使用AI tools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innovation drives job creation. Today 60% of us are doing jobs that didn't even exist in 1940. But analysis by Statista reveals While AI could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an estimated 69 million jobs It could also see 83 million disappear in the next five years. Economics and strategy firm Mandala has identified the top 10 jobs in Australia it thinks will most likely be impacted by AI. From telemarketers to educators, people working in insurance, even judges and their clerks. But the report author doesn't think jobs will be entirely replaced by AI, Just some of the tasks they involve. Not necessarily the end of work or the end of those jobs. What we're likely to see is the end of boring work. 尽管每個國家的就業結構不同 但隨著AI技術的擴大應用 就業市場正走入一個創造性破壞時刻 每個人都該檢視自己的工作價值 The entir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ill be radically changed by AI. There's also the risk that AI is going to increase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These technologies are capital intensive, skill bias and labor saving. If you own the machines or the capital that owns the machines, you do well. If you are in the top 10% distribution of skills,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Probably AI makes you more productive and efficient. But if you are a low or medium value added worker, your jobs and income could over time be at risk. One view says that there will be tons of new jobs of the future that we don't even know of so there will be always a demand for labor. The other one is more dystopian and worries that eventually many jobs initially cognitive white collar jobs that are low value added then blue collar jobs eventually cognitive and creative jobs could be at risk. Of course if the economic pie is larger because you have higher potential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you can always tax those who are better off those that are winners and then redistribute income to those who are left behind AI是對階級與財富的重新洗牌 還是家具分配不平等 末日博士盧比例總是一貫的悲觀 而人類的AI恐懼症遠遠不止於此 12月10號阿根廷新總統米萊就任 之前《紐約時報》就做了一個專題 這一屆的阿根廷總統大選是史上首個AI選戰嗎 世界第一次AI選擇 為什麼 因為兩位最項目的挑戰者 和他們的愛用工智能力 《紐約時報》說 阿根廷這場兩個一左一右 政見與作風藍原北側的候選人 競選團隊卻有之一通 大量運用深度學習的圖像生成模型 Stable Diffusion 以最快的速度 產出最容易在社群平台上 引發網友討論的內容 敵力候選人形象塑造或攻擊對手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指出AI可能會影響全球選舉的一個影響 眼下的情況可十幾年前 以剛興起的社交媒體打選戰類似 但新技術成為誘人的政治工具同時 也是一把雙刃劍 如今年9月 斯洛伐克大選投票前兩天 一段劇稱是進步斯洛伐克黨領導人 西媒奇卡漁民記者的談話音頻流傳於網路 內容涉及從少數族裔收買選票 以及一些不雅玩笑 事後媒體調查這段音頻是AI偽造 在音頻發布正值選前48小時的靜默期 即便事後真相打敗 對選舉造成的傷害已無法挽回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從信息傳播角度 將AI濫用大致分為四類 深度偽造視頻 比如這則希拉里克林頓 支持共和黨候選人 德桑蒂斯的視頻 深度偽造圖片 比如這組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的 特朗普被捕圖 另外還有語音克龍和聲成式文版 在AI技術取得突破之前 把影像或文字以畫揭幕的假訊息並不少見 但能處理大量數據的AI 讓這種以假亂真的門檻更低 並且能夠輕易實現量產 2022年是全球多國的大選年 一些美國輿論就擔心 AI能快速低成本的生成競選典油 文本或視頻 還可能被用來誤導選舉 冒充候選人 毀謀候選人 甚至煽動暴力 對AI的擔憂也出現在當前 以哈戰爭的最前線 以色列國防軍在11月發表一份聲明說 正在加薩的軍事行動中 使用一種名為福音的AI系統 來快速生成目標 英國衛報援引技術專家的話說 這種基於AI的目標決策支援系統 通常會分析來自無人機鏡頭 截獲的通信 監視資料等方式獲取的資訊 然而與外界認為 進行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不同 以軍使用福音系統來選擇轟炸目標 強調的是數量而非品質 因此經常有為了獵殺一名哈馬斯人員 就轟炸整個地區的情況 事實上AI在武器與戰場上的應用 已有多時 當前以能夠自主深度學習的 武器系統開發為主 2019年也是聯合國會議上 許多國家都要求完全禁止或嚴格監管基於AI的武器開發 但照美國、英國和以色列等國反對 這非常危險 它可以整個軍事的調整 英國聯合國會議上 英國聯合國會議上 決定要以使用手術的智能力 這條件包括 用手術的認識技術 经过数月的激烈游说 与36个小时的最后通宵辩论 欧盟就人工智慧法案达成协议 这将成为全球首部的AI监管法 法案将AI应用分为四类风险等级 对不同风险的AI应用施加不同的限制 也将通用人工智慧模型GPAI 以算力划分等级全数纳入监管 对违规的企业可处以全球营业额的7% 或最高3500万欧元的罚款 欧盟展现在这方性为爱产业的企图性 然而长达数月的立法过程 也凸显多方力量的涉入与折冲 导致法案在国家安全与军事领域的AI应用 呈现完全空白与豁免的情况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说 欧盟的立法虽不完美 总要永远先足 而随着AI技术的推陈出新 AI在法律 安全 战争伦理 社会治理等方面 正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黄仁勋的Vidia的创办人 最近开展了他的亚洲型 在亚洲型以后 他的最后一战来到了越南 他在当地宣布了一项重大政策 要在越南打造东南亚地区 唯一的AI晶片研发中心 很多人也认为在台湾设厂 有台海风险 那越南就成了答案 越南现在在整个半导体晶片的 整个产业工业里头 扮演什么角色呢 就是扮演最末端的封装测试的角色 那黄仁勋在这个地方宣布 NVIDIA的创办人黄仁勋 宣布要设立东南亚唯一的 AI晶片研发中心 某个程度 他可能得从别的地区找人 因为越南当地的人才是不足的 他并没有足够的半导体人才 可是如果他是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才 东南亚当地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人才 放在越南去 这就是可行的 然后接着他还可以等待 2024年白宫换主人 川普的态度 很可能跟雷蒙多并不一样 因为川普的态度就是我管你的 反正跟我有好的国家 关税10% 不友好的15% 那在中国就15% 在越南就变成10% 所以整个在现在全世界很多企业领导者都在做重新的布局里头 这个布局里头很可惜 由于台海危机的隐忧 台湾is not the choice 台湾没有成为选择 可是台湾是人才远远多过于越南很多 越南反而成为一个新的选择 虽然他现在非常做的是非常末端的技术很弱的 像封装像测试等等 可是黄仁勋可能看了更久远 希望把这里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基地 他可从这里享受比较低的关税 进到美国去 第二个也可以从这里 必要说当白宫的政策换了主人 换了政策的时刻 他可以进军中国大陆 当红AI教父首次造访总理范明镇 亲子接待 越南是会答执行长黄仁君 12月初旋风亚洲行的最终展 黄仁勋对越南投影的关爱 让这一块东南亚土地上的半导体产业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决定与越南顶尖科技业者深化合作 并支持当地培训AI人才 华文勋此趟越南起因 承诺和内政府众多合作项目 最大领包当初有议题回答 在越南打造东南亚地区 唯一的AI晶片研发中心 来作为美国一块的第二家园 华文勋这张支票确实拍得漂亮 但越南具不具备兑现支票的能力 又是另一个故事 想自行成功发展下个世代的人工智慧 每个国家或区域都需有一套 自行研发成功的基础模型 是黄仁勋在越南型前一站新加坡 对辉达确定将与新国合作开发 汇集11种语言模型于一身 名为Sea Lion的大型语言模型后 对师臣是研发AI理想地点的高度赞赏 那么越南呢 不同于新加坡除了研发之外 还有占去全球两城市值的设备制造 越南在全球分工明确的半导体产业中 专攻供应链最末端部分封装与测试 然而英特尔却在11月初 正式喊停扩建旗下越南封装厂的计划 项目如果顺利 工厂本将在产能扩充后 全为英特尔最大封装厂 由于电源供应和官僚主义挑战 英特尔推迟了扩建计划 但无可会言的是 越南的半导体产业确实正在快速崛起 美国今年夏天的数据显示 8月份来自越南的晶片进口量 从去年同期3.217亿美元 猛爆性增长75%至5.625亿美元 约是全美11.6%的市占 但若是考量到整条供应链 涵盖 设计 代工和封装三大环节 越南其实只参与了 晶片进入市场前的最后阶段 即供应链中价值最低的部分 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数据 封装仅占晶片价值的6% 远低于设计的53%和代工的24% 因此 当汇达喊出投资越南 最不可能的项目其实就是研发 尤其越南半导体人才严重短缺 目前越南国内接受过 完整培训的晶片工程师 仅5000人左右 想当上美国科技巨头组建的AI方舟 越南即便未来获得大量投资 人才与行业发展的不匹配 只会日益严重 所以回过头来看黄仁勋 紧接再遭自家商务部长雷 蒙多警告 回答不能靠降规产品和中国市场 点名他照到美国政府 禁令做法可疑之后 这趟亚洲行的目的 或许只有一个 复备受敌的黄仁勋 明显飞广日本会见日向岸田 了解市场需求巩固客群 随后前往由众多跨国企业数据中心的新加坡 与产观学界交流AI发展 T-TOP母公司字节跳动和阿里云 在当地都设有数据中心 两家企业同受美国新出口禁令冲击 而如何稳固住在新加坡 这个占辉达15%营收的市场 更是黄仁勋此行的重要目的 至于越南 身为美中科技战火不见消退下 美国越见重要的有岸外包伙伴 黄仁勋此行自然也是为稳固市场而来 越南是全球投资转移 在历经美中爆发贸易战 和新冠大流行等重大波动之后 最取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参访越南期间 黄仁勋与当地科技公司 曾进行合作讨论 传出回答将至少与一家越南企业 签订技术转移协议 应该也是借此换取稳定的订单 当越南在过去几十年来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官方做法下 已经成功转型为 以代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体 而这一切自然失败华府 全方位无死角禁令 让中美晶片战争 持续升级之刺 美国要遏制中国的 激起直追 让这场凸显出 更具深远战略意义的AI战争 对算力的争夺越发激烈 更让这场没有烟消的战争 一路蔓延到整个半导体产业 高雄的中深路停等红灯 都会被眼前的招注看板吓到 因为二楼每块窗户都已经被贴满 也被民众调侃 这么急着要出租吗 不习惯嘛 就怪怪的 你贴那么多广告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第一个产权不明嘛 第二个好像很廉价的样子 原来三角窗的左边 就挂了两家房仲的五面看板 还有一块自售讯息 右边也有两家房仲看板 跟一块自租讯息 十面窗全被贴满 但过去八年 这里可是兵家必争之地 显示2016年 由在地的咖啡品牌乘租 2018年换成了跨国连锁品牌 而这几年串起了连锁品牌 2020年进驻后 一度撑了快三年 最后仍然退出 也让店面闲置快将近一年 他的点不错 可能就比较不好停车 自己不好停车 只有几个停车格 我就买一买也要赶快走 其实三角窗店面 就位于连接高雄市区 跟凤山的中正路上 除了临近交流道 附近还有五庙商圈 但房仲搭人直言 附近有捷运出口阻挡视线 又临近分隔岛的大马路 停车不变 尤其大量人潮 移往北高雄 也让承租产业受到限制 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形之下 造成它比较不适合 餐饮业者去进宿 根据了解 现场属于双店面 目前开价租金约13.8万 预估成交价落在11至13万 由于周边的单店面 租金就要约3到5万 因此目前开价还算合理 尤其对面的新大楼即将完工 附近的轻轨也快通车 也让外界人看好 未来的经济荣景 TVBS新闻区课程和一信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当警察这么久 是非善恶早就分不清楚 能做警察的 不就是要维护正义吗 我很抱歉 因为我除了杀人跟吃饭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这一次我找到你 如果我等你 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 为了要成就决定 方舟得赞上信息 12月9日起 周六晚间10点 TVBS42台 美食无间 由三宝三口冠名播出 你们好 我是苏慧伦 最近我搭上了 滚石摘星号 那阿岳还有你 可以一起出去玩 认识了很多很棒 很有音乐才华的新朋友 这趟好玩的音乐旅程 全部都记录在 全新风格的音乐史进手 滚石摘星号 每周六晚上8点 TVBS42频道 江牛小排肉片 轻轻涮三秒 呈现粉嫩色泽 不过顶级火锅 惊喜还没完 谢谢 超澎湃海鲜盘 里头有超过十种不同海鲜 除了猪脚清询 有满满蟹黄 里头的鲍鱼 竟然还是活的 天使红虾干贝 通通没缺席 放入用蔬菜和老母鸡 熬的汤底增添鲜味 配上松叶蟹肉 海胆饭和生蚝 喜剧锅物 浮夸套餐 两人份一举标破8000元 涛客面对高价位买单吗 我们平均价位落在1500到2000左右了 其实现在消费者蛮愿意花 比较高的金额去享受一些比较顶级的食材 其实台湾火锅市场 年产值达400亿元商机 就连餐饭集团也纷纷搭上顶级火锅热潮 开新品牌抢供大饼 打开海鲜珠宝盒 比脸还大的帝王蟹 霸王草虾放好放满 8人份最便宜 33900元起跳 还有专人 在全世界各个主要的西方 就是曾经是八大国家里面 每个国家都在反对移民 德国也跟进了 但是德国虽然在跟进的时候 可没有像英国做得这么激进 英国是把非法移民 跟卢安达讲好 我把人送过到那里去 就是惨无人道 美国的直接说 你是毒害的血液 这是川普的说法 而且大受美国人的欢迎 法国的政策呢 是我这个产业需要的 你可以留下来 不需要的我就把你驱逐出境 德国倒是知道 另一类选择党的崛起 正是因为移民增加的原因 可是德国基层劳动力 是需要移民的 所以德国开始把这个问题 一方面非法的部分 它加强驱逐出境 可是在移民的政策里头 几个主要的政党 就是大的两个政党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台湾最大的两个政党 这在德国才可能发生 在其他的国家的宪政里头 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德国的民主政治里头 他们的政治经营脑袋里头 国家第一政党第二 所以执政党跟主要的反对党 联手起来再加上绿党 对抗另一类选择党 通过了一个对德国 在补充充沛劳动力 同时又可以驱逐非法移民里头 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制度 德国本身在战后 完全去反省 我们怎么会在这个国家里头 用民主制度选出一个希特勒 所以制度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让他们这个国家里头 我们称为叫不分区 他们叫做政党比例代表 这样一般 台湾把它搞成只有四分之一 目的就是不要被民意挟持 第二个是政治人物的良知 这个良知里头 国家在你面前长远的多 还是你自己当下的利益多 德国一再从欧债危机 到现在到税来危机 到这一次的移民危机里头 他都表现得比其他的民主政体 来得好许多 全球气候在不可抗拒的暖化 世界人口在不可抗拒的老化 许多国家似乎也在不可抗拒的极右化 包括曾经在2015年敞开国门 打开双臂 跟随梅克尔的我们可以做到接纳百万难民的德国 曾经在2022年11月 为了迎接被意大利禁止靠岸的人道救援船维京海洋号 而不惜和罗马的极右派政府翻脸 还有开放图伦军港的法国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接受了近500万难民的欧洲 都纷纷在2023年岁末 不约而同的改弦议策 大幅收紧移民政策 在梅克尔任内 德国的外来移民人数 从680万增加到1180万 如今29%德国人有移民背景 一级他们本身是移民 或者父母是移民 2005年首次进行这项统计时的比例 只有18% 肖兹领导的红绿灯联合内阁 因为对地中海救援组织 编列了200万欧元的补助预算 而遭到意大利极右派政府的严厉批评 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 经过数月马拉松市的协商 终于在11月7日 对非法移民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肖兹随后在11月22日 接待了美洛尼 公开表示 要在解决移民议题上合作 目前德国境内 有28,000名非法居留的移民 但由于各种法律漏洞和繁琐程序 其中有80%无法被驱逐出境 而当时2023年 约有22,000人提出庇护申请 数量增加了73% 而目前通过申请的难民 每年可获得7,500欧元的联邦补助 除了财政上沉重的负担之外 移民问题最大威胁是政治上的 反移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平均支持率高达21% 10月份的地方选举中 在黑森邦和巴伐利亚邦 都领先了三个执政党 越居为第二大党 相较于德国联合内阁与议会制 马拉松市的协商过程 法国的移民法案 是一场高潮叠起 惊险不断的政党角力 12月12日 针对内政部长提出的移民法草案 由绿党和极左派联盟发起 拒绝在国会进行两周辩论的临时动议 竟然跌破所有人眼镜 获得了极右派国民联盟 马林乐鹏的支持 造成认为移民草案 太过严厉的绿党和极左派 与认为草案根本太宽松的极右派 难以想象的联手合作 该动议仅以两票之差获得通过 让这份原始草案胎死腹中 而被以保守党占多数 在移民议题上 立场更需严格的参议院 所提出的修正版本所取代 10天之后 马林乐鹏再度出手 国民联盟一票不少 以死亡之吻加持通过了这个草案 获得了极右派全员支持的参议院版本 核心内容包括减少对合法移民的社会补助 延长获得社会福利的等待期 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子女 丧失了自动获得法国籍的权利 外国学生需缴纳押金等 导致有59名执政党议员 弃权或反对这个移民法案的版本 拒绝支持一个极右派背书的法案 已是抗议 法案过了 但不仅重创了没有绝对多数的执政党 更削弱了马克宏 再度恶化了他的领导危机 马克宏不得不轻上火线 用了两个小时来辛苦辩解 这不是一个极右派的胜利 法案过关之后 根据民调显示 有70%法国人对法案感到满意 这也让马克宏认为 获得民意支持 不惜自断党语 极力要为这个版本辩解 欧盟也打破了多年的政治僵局 在12月20日 宣布终于达成了新的移民协议 改革内容 包括加速审查非正规入境 设置边境收容所 加速庇护遭聚申请人的遣返 以及一项减轻南欧国家移民压力的团结机制 这项改革协议仍需经过欧盟理事会 以及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才可成为欧盟法律 意大利 瑞典 荷兰等国反移民政党的陆续胜出 也迫使欧洲对移民问题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德国和法国的例子 说明了2024年6月的欧洲大选 移民问题必将成为重中之重的选举主题 气候继续暖化 人口继续老化 欧洲也在继续的极右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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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7道猴子爷带你去吃7道 这一家早餐店一下就卖完 你能碰碰 我们这次卖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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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以为就这样喷出来了 好快喔 她叫客套的总经理 赵迅哥他都努力这么长 才好不容易爬到副总的位置 你刚坐上总经理的位子 不要太急 我媽很難搞 董事長 超級難搞 我們的作品真的上市了耶 我想要變得更好 想要你因為我 可以變得更加耀眼 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 TVBS42台 因為你如此耀眼 由英國捷冠名贊助播出 像百味部落客齊聚在一塊 而這一些創作者 都是跟知名美食旅遊節目 合作的助戰部落客 鑽血跟曝光 然後讓讀者可以得到 第一手的旅遊資訊 進而也讓我們部落客 可以得到曝光的程度 多了一個平台可以分享 隔一段時間都會有 像是一些開團 從這邊來認識一些新的廠商 啟動百大部落客計畫 已經邁入第四年 美食旅遊節目舉辦餐會 頒發獎項給表現優異的部落客 有超過400位圖文創作者 以及800多個不同類型的廠商 合作配合每月議題 互相帶動流量 今年更是推出了APP 回饋給粉絲 有全台文明的電視節目之外 我們還跟全台灣400多位 最優秀的部落客合作 除了每天推出最新的美食 美景的報導之外 我們每個月還針對於台灣 300多個小鎮 然後推出系列的報導 節目也特別沒和部落客 參與錄製增加話題性 郭城中也能協助部落客 發展在地化跟專業化 希望能夠帶給觀眾 更不一樣的美食旅遊景點 其餘備的新聞綜合報導 第三屆金卡獎開分車牌 達人專家 言論最嗨 評鑑車種 數量最嗨 十二月走進青島海產店 幾乎每桌都可以看到 顧客清一色選擇都是青島啤酒 對於一個多月前 酒賞爆發的小便醜聞 住在青島已經十多年的荷蘭籍商人說 自己並不擔心產品有問題 十月底一名工人在青島啤酒 三廠原料艙小便的畫面曝光 震驚國際 青島啤酒股價大跌 市值蒸發372億台幣 南韓進口大陸啤酒 也比前一年同期 奏減42.6% 青島人對自家品牌有信心 但身邊許多外地來的親友遊客 的確在選購啤酒時會多一層顧慮 一開始是好奇這個事情的真偉 對吧 然後其次就會說 會不會影響這個 就是說產品 但實際這個事是不會的 因為非常非常非常小 這是四廠 然後還有二廠還有一廠 那是三廠 三廠基本上我們這邊很少喝的 為什麼川普這麼受歡迎 為什麼歐洲各國從英國到法國到荷蘭到德國 全部都崛起了反移民運動 很大的一個核心因素就是四個字 債務陷阱 債務陷阱分成第一個是國家 根據統計全球加起來所有國家現在累計的債務 高達300兆美元 這叫做天坑 你很難以想像 這是德國之聲所做出來的統計 接著是個人 以美國現在中西部 也就是主要的很多關鍵搖擺州 原來是民主黨的 現在改頭共和黨的這些關鍵搖擺州 以每個城市的角度來看的話 主要的州呢 像密西西比州是一個例子 全州負債人口 個人的負債人口 在全州占了22% 它人數已經超過五分之一 所以國家也負債 個人也負債 這合起來因素是什麼 你個人的負債 假設說美國的東岸非常繁榮 美國的西岸高科技很繁榮 現在Texas也崛起 然後中西部呢 底特律這個地方 的確是美國的鐵秀區 那國家沒有負債 美國可以透過它足夠的財政收入 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 幫助鐵秀區的這些人 要不然就是職業訓練 如果它還可以在職場 或者是給予它足夠的養老金 足夠的退休金 足夠的很便宜的房屋可以居住 可是美國政府現在債台高足啊 就國家的稅收債台高足 而美國的稅收越來越少 除了金融海嘯之外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雷根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碰到了美國類似的經濟危機問題 它的方法就是減稅 所以整個減稅在那個時刻 從稅率大概75%最高降到現在不到40% 那美國從此變成一個負債越來越高的地方 雖然那時候減稅聽起來自由經濟權很受歡迎 可是久了以後呢 當美國有一大群人 它好像陷下去了凹凍的時刻 它需要國家給他們錢 需要國家能夠支出重新改善他們的生活 給他們一定的健保支出的時刻 這個國家自己本身就快要接近 不能說破產 可是它的整個負債已經快要接近100% 美國的國債也是不斷不斷不斷上升 全世界各國的國債也都不斷的上升 然後他們國內的民眾呢 相當多的人是處於高度負債的一個狀況 所以全球是國家到個人都陷入了債務陷阱 這結果是什麼 就是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迎來一個極端主義的時代 德國之山製作長篇紀錄片 探討世界如何步步跌落至眼前升達300兆美金的負債天坑 影片開宗名義 點名許多國家 即便事隔15年之久 依然未從2008年造印美國肆無忌憚向民間放款 從而引爆房市泡沫 以並拖累銀行業陪葬的金融海嘯中習得深刻教訓 同一個被點名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大城市獨拜 房仲乘坐豪華遊艇向德國之聲隆重介紹當地人工導建案 包裝在華麗慈藻中的 其實是已被許多人包括尼火放進了記憶倉庫裡 2001年動工至機已22年 卻仍然未能悉數完工全球規模最大的爛尾工程世界的 Welcome to Sweden Beach Palace Welcome to the homes of Viking Only the kings are allowed to stay over here The palace provides an astonishing refuge from the outdoor temperatures topping 45 degrees Celsius So the idea was this How to bring the whole world in Dubai So that's Spain You can see Portuguese over there And that's France We try to follow Mr.Move's logic But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make out the outlin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The sharp contours have eroded away Since 2008 The project called the world has lain dormant 2023年末的杜拜 依然有著世界最高楼哈里发塔 串起的豪华天际线 華麗市容下令一语 也清楚可见2008年金融海嘯漁波 从美国越洋袭来之后 市场资金抽腿 导致新建中断 外观残存至今成就的未完建案 时刻提醒着杜拜自己豪奢诚信的曾经 但今日的杜拜 依然是外资前仆后继而来的金融城 经济学家说 债务本身并非坏事 只是成本效益若是高度不张 便可能化为债务危险因子 可惜并不是每座城市 每个国家都能够凭借形象营造 找到救火资金 阿根廷建国200年来 经历九次破产 偶获国际倾注援助资金 当然也有等不到的时刻 金字塔底端生活的低收入阶级 始终视阿根廷负债如山石 尤其是年通膨率累积到 150%的此刻最外显的市容 为负债哭泣的阿根廷 是南半球重复循环的国家故事之一 The slum called Via 31 spreads beneath the motorway bridges in Central Buenos Aires Many Argentines can't afford everyday items So, people meet up to Bartha Metings are arranged on Facebook and Whatsapp and then the group meets here Instead of money, they use points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each item Clothes, for example, can then be swapped for personal hygiene items and food Bartering looks set to persist for a long time 美國一樣重複著國家歷史 國債繼續累積至33兆美金 且隨時可能奔向34兆美金 換成全美民眾更有感的數字 是人均負債逼近10萬美金 只是當國家債務不斷增長 加劇的只是社會既有貧富不均 工作能不能賣給我那麼多錢 那樣就能不能獲得有收買費 所以,以這需要審算成的局面 又能夠生命 這些財務、你會承維往美國的孤打 這剩下的負責 充裂都非常壓力 所以,從你倒是財立著的 你沒有自由出現 而不断拒绝,而不断拒绝,而不断拒绝,而不断拒绝。 因为抵挡不了诱惑,非法盗用公司一万三千美金,而被判处关押进密西西比州鞋未人知的债务人监狱。 法官要求他必须透过每小时7.5块美金兼职工作还清公司欠款,才能写清罪名成功出狱。 与欠款不成比例的薪水,加上还必须支付监狱实诉费用,让哈斯本根本看不到自己有重新回到社会及正式职场的可能性。 从金融海啸新冠疫情再到全球性通膨 太多已开发国家公民陷入的债务陷阱 它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核心危险 过去当人民陷入债务漩涡时 国际可以透过财政支出及分配人民脱离困境 国家可以投资教育及基础建设等等改变人民的债务现况 但当国家本身也陷入债务危机 既有体制只会恶性循环 民粹主义崛起极端主义盛行于已开发国家 此刻考验着每个国家原有的宪政体制 但意识精英们的格局与视野 或许2028年之后 我们不只迎来气候变迁上更危险的地球 也在对立冲突螺旋式上升中 迎来一个更危险的厮杀世界 这个宅3D模拟影片率先曝光 有内而外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像是房心景观台以及顶楼露台 让民众对家更有幻想 新北泰山首座社会住宅18号举行上两典礼 桌上共瓶摆满满 其中放在最中间的是凤梨象征 兴旺翁翁来祈福一切顺顺地利 建造过程中一度遇到缺功缺料的窘境 还好最后顺利停过 从老到幼每个层面都照顾到 新北市泰山中山青年社会住宅 为泰山区第一座社宅具有指标性 而地理位置临近福大商圈 与北捷基捷中央交通相当便利 接下来泰山区还有进一步规划 在这个区域在泰山 我们现在规划和已经建筑建筑的 我们有1609户 所以在这边就有将近 就是3700多户 将近4000户 向市周边的新泰温载座持续开发 在新增2100户设宅 整体提供约3919户 而中山设宅预计113年底招租 将会以民众的能力 采取租金分级 进一步落实居住正义 提北宣言师 沈永思纯新北采访报道 讲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把可可豆匣敲开 一颗颗颗白白胖胖的 可可生豆 没有重铸烂果 要种出领值良好的可可豆 可可医生扮演重要角色 从灾中到家街都有专家指导照顾 这是在越南宾支的可可产地 也是知名国际原料厂 推出可可追溯计划的发源地 为了维持可可原料品质 业者精进制成 提供十分钟设成 只有发酵中心 还有晒豆厂 一条龙的标准化作用流程 加上产量非常庞大 台湾可可豆如何出席制胜 品质是关键 在产地直接成立发酵中心 从农民首周收购可可豆后 开始曝晒 发酵再到制作成可可糕 成为烘焙用的可可原料 也是国内不少卖厂合作对象 反观台湾十年前 槟榔源没落开始种植可可 加上政府推广 许多农民怀抱满腔热血加入 结果却跟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说政府在推可可 我们就示种看看 种了才知道没有人要收果 必须要自己去做到一条龙 做到巧克力 对小农来说是最困难 过了中斗这一关 才发现后面还有好长一段路要摸索 有些年长的果农 做不了的只能放弃 能撑下来的也不容易 因为我有开门市 所以我就已经有遇到了 我们巧克力不好带出门 不好送人的这个种境 所以我就会开始去跟各烘焙业职人 或者是一些工厂去做梅盒 拿出满桌商品 有的跟在地小农合作 有的跟职人合作 研发出各种常温商品 甚至参加国际比赛 替品牌镀金 只是很多果农即使拿下了奖牌 然后呢 优势在于是我们的风味 我们品农可可 如果要发扬光大的话 其实就是每个可可农都要 就是不断的提升要求自己 如果想要走出口这部分 我们会觉得要用精品的观念 去做这件事情 政府的推广计划 共和党很可能即将在2024年年底 川普赢得总统大选 目前看起来在七个摇摆中 拜登都输掉了 所以除非奇迹出现 你很难想象有什么情况 拜登会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 但是共和党不是只有川普 还有其他的人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新的国际政治的理念 这新的政治理念呢 其实是回到1941年 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美国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现在 债台高主 美国不要再参与 全世界的军事竞争 这个观念越来越强 不只是共和党 其实整个美国都有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美国答应要卖给台湾的F-16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说 他不卖给台湾 有比供应链不足 更深层原因 本来是说2024年就要交货 后来就是要拖到2024年 年底 然后最新的报道是 一名官员在回应 20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的 担忧的时候 也是Bloomberg的报道说 美国空军将优先考虑 加快向台湾出售F-16 没有时间表 所以即使拜登政府 也可能是如此 而到了共和党 真正比较重要的 不是台湾去游说的众议员 真正比较重要的 总统参选人 这些人你可以把他当成 共和党的一个风向 那川普不要说了 他已经摆明 我就是孤立主义 我要第二天上海 就结束乌克兰战争 我不会跟中国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会不会协防台湾 你自己心里想 在最近共和党 第四次辩论里头 四个人里头 只有一个 就是前纽约州州长 Christy说 你们都不会明讲 我明讲 要协防台湾 而其他的三个里头 其中有一个说 我们不要太过度地介入这件事情 我们就发给台湾每一户 一个叫AR-15的步枪 由他们自己的民众 来抗中国 如果 China invades台湾 中国是可以 可以脱出 这个第一次 第一次 他们将可以 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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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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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